马云回国了 本来以为他能鲁莲倒海上齿地秦 要做桃花园中人 不知有汉无论未尽的陆地神仙呢 结果还得他们拾迷途于魏远 决金势而作非 夹着尾巴 乖乖的回到党和人民身边 网上很多人都猜说 操他为什么呀 和1949年那波 比如老舍马连良 面上看都一样 无非是情酒红人面 财色动人心 这十个字 您说到他当年的那个地步 顾叛神非复可敌国 这个层次里 人家抛你马就挺好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咱截开马步去 十处打罗 九处在 哪哪哪哪哪都有他 敬给人民领袖添乱 不当然了 你他妈逼比也好 不逼比也好 只争来早 雨来迟 伸头一刀 缩头也他们一刀 在红色政权面前 就没有一刀子解决不了的问题 而且时至今日 已然不是说你逃出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他们觉得安全了 没事了 托洛斯基怎么样 墨西哥 比起墨斯科 天涯海角了吧 没用 一斧子下去 就感受到了慈父 无微不至的爱与关怀 所以说马云回去 其实内核 就是回不回去 对于他都一样 如果认怂俯软 低个头 他还能多苟几年 不然的话 哪不是他的阎罗殿鬼门关 太祖高皇帝说的好 买骨何须 丧子弟 人生到处是青山 而且不是有句俗话吗 不怕贼偷 他们就怕贼惦记着 所以这会儿回去 关键时刻 抬着轿子 还能求圣上个一念之人 这不是经济 现在也不得乐观吗 希望他回去鼓鼓劲 帮忙撸撸秀子 网上有句话说的好 中国经济的今天 不是请谁回去的问题 是请谁滚蛋的问题 所以说呀 根本问题 就他妈解决不了 谁来有用啊 以后咱们呀 乡村马道士 就是一个吉祥物的角色 至于五月散人 说他不关心 马云为什么回去 只关心他还能不能出来 我现在就跟那放一句 百分之百 来去自由 现在都他妈能随教随道 以后他还能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吗 记住了 党和人民关注过的人 时时刻刻都会被放在党和人民心上 行 今儿就聊到这儿吧 喜欢的朋友啊 请点赞收藏 咱们争取啊 经常聊天 购壳 大家 购壳